土杯半决赛瓦吉福银行2比3赋予费内八切,决赛无缘朱婷vs金软景。24-03-2019 北京时间22点,土耳其杯半决赛瓦吉福银行BS费内八切,朱婷领先的瓦吉福银行全场比赛发挥欠佳,最终以2比3输给了费内八切,稍早之前结束的以萨巴西奇艰难取胜3比2战胜了加拉塔萨雷。 欧关出局的以萨巴西奇本次土耳其杯赛决赛肯定对冠军是在必得,对于瓦吉福银行来说之前的土耳其超级杯上1比3意外的输给了金软景领先的以萨巴西奇错失了蝉联冠军的机会,所以土耳其杯赛对于瓦吉福银行来说本是重新夺回冠军的机会,但是最终发挥不佳错失了进军军。 军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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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面对着接下来的欧关比赛瓦吉福银行要尽可能的在三局结束战斗,保证主力队员有足够的时间来休息。 第二局开始费内巴切表现得非常的顽强,比分一直和瓦吉福银行摇紧,瓦吉福银行10比8领先时朱婷扣球出戒,费内巴切得分10比9,随后瓦吉福银行挑战对方处网,挑战失败,双方比分一直僵持,随后比分来到11比11平。 费内巴切发球失误瓦吉福银行12点11分领先1分,来到技术暂停。 技术暂停后比分来到12比12,随后费内巴切以继重扣得分,将比分反超13比12,随后瓦吉福银行出现失误,再度落后1分,14点12分。 瓦吉福银行稍作调整后连得2分,比分再次打平14比14,随后银行接连失误15点17分落后对手,古德蒂赶紧叫了暂停。 暂停后的瓦吉福银行还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,比分17比21落后4分,古德蒂再次叫停,场上的比分还是比较危险,希望通过暂停能够稳定局面。 暂停后费内巴切自身失误加上朱婷一记探头追回2分,领先的费内巴切随后连得2分,依旧保持4分的领先优势,大比分落后的瓦吉福银行最后还是没能将比分反超,遗憾的21.25分输掉第二局。 局间休息后第三局一上来比分还是交替上升,整个场上的局势瓦吉福银行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,比分一直无法拉开,5比5平后朱婷发球失误对手6比5领先。 随后费内巴切扣球出界比分6比6打平,费内巴切立即提出挑战,通过鹰眼回放确定瓦吉福银行打手出界,费内巴切7比5领先。 局面再次进入到费内巴切这边比分被扩大到9比5,古德地只能暂停比赛,暂停后费内巴切越打越顺,比分来到11比6瓦吉福银行再次暂停比赛,试图通过暂停改变下场上的节奏。 瓦吉福银行本局9点14分落后的时候朱婷一记是大力臣的扣球鼓舞士气,连得2分,将比分追进到11比14,不过接着瓦吉福银行失误连连比分再次被拉大到5分,17点12分。 领先的费内巴切稍有放松,被瓦吉福银行连续追回3分,费内巴切随后调整失败,比分来到15比17分拆缩小到2分。 随后比分一直再度被扩大到4的差距,17点21分。 局面上瓦吉福银行显得非常的被动,一直被对方压着打,随着朱婷的拉网比分破进到21比23,再度来到2分的差距,费内巴切紧急叫停,暂停后比分来到21比24费内巴切。 拿到局点,随后没有再给瓦吉福银行机会,随后没有再给瓦吉福银行机会25比21拿下第二局。 费内巴切连班两局后瓦吉福银行接下来的比赛不容有失,必须全力拿下。 第四局开局瓦吉福银行连拿3分,对手叫停,暂停后一上来费内巴切救失误,比分0比4落后,经过调整费内巴切连得7分,比分7比4领先,瓦吉福银行暂停叫得有些慢,暂停后瓦吉福银行依旧进攻乏力,比分被拉大到11比6, 接着瓦吉福银行拿下4分,11点10分落后1分,费内巴切请求暂停。 暂停后费内巴切12点10分领先2分,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。 技术暂停后比分来到了军事15比15,紧接着瓦吉福银行再拿1分,比分反超,随后费内巴切挑战成功比分变成费内巴切领先1分。 在16比16比16平的时候比赛还没死球的情况下古德蒂请求暂停,调整对方脚过线,调整成功,随后瓦吉福银行一波攻势连得4分,比分来到20比16,领先4分。 显然古德蒂的调整给队员带来了信心。 接着暂停后的费内巴切连得5分,反超到21比20,随后比分交替上升来到23比22,费内巴切发球瓦吉福银行两个队员抢了一下,费内巴切迎来赛点。 凭借着朱婷反击扣球比分24比24,随后还是依靠朱婷拿下关键分,比分25比25,瓦吉福银行的发球太软比分还是落后一分,在此凭借着朱婷篮网将比分拉平。 随后朱婷发球导致费内巴切送出探头被瓦吉福银行顺利抓住,随后瓦吉福银行鲁宾逊的扣球被对方拦死,比分来到了27比28费内巴切的赛点。 这个时候古得地提出挑战,挑战失败,随后瓦吉福银行再次强攻拿下一分,比分再次打平。 随后费内巴切一传探头被瓦吉福银行抓住,比分29比28。 接下来费内巴切得分,比分再次打平,随后瓦吉福银行连拿两分,赢下第四局,瓦吉福银行起死回升,本局比分31比29。 大比分2比2打平,双方同回起跑线,瓦吉福银行赢下第四局也是气大增。 局间休息结束来到了双方的决胜局,费内巴切先拿下两分,随后朱婷进攻裁判认为扣球失误,朱婷提出调整,果然打手出界,瓦吉福银行得分,2比1。 随后依靠朱婷再得一分以2比5落后对方3分。 随后拉西齐的发球直接得分,5比6落后对方一分,费内巴切叫了暂停。 暂停后依靠拉西齐发球得分和朱婷的扣球连得2分,比分随后来到了7比7平。 接下来比分交替上升来到13比13平,费内巴切叫了一个暂停布置一下战术,关键分14.13分。 瓦吉福银行提出挑战,挑战失败,费内巴切迎来赛点。 瓦吉福银行提出了一个暂停布置下一攻。 暂停后比分来到14比14平,对方选择挑战,挑战打手成功,费内巴切迎来第5局,大比分3比2赢下瓦吉福银行。 本场比赛依靠朱婷的多次关键球艰难地拖到第5局,最终费内巴切还是凭借着整体发挥更好赢下了今天的比赛。 朱婷再次错过一项决赛,无法和金阮景隔网对决。 整场比赛瓦吉福银行朱婷拿到了最高的28分,43扣24中,56%,鲁宾逊拿到11分,26扣9中。